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就是說會有個問題 像 range h2到 h8 如果說我今天 假如說 我又增加了一個資料 比如說像這樣子 那如果我今天 又增加一個資料之後 清除掉舊的好了 比如說清除 執行它 那 這個地方執行之後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這邊有直至中了 但是這邊就沒直中為什麼 因為這邊到 h8 有沒有 那 h8到這裡 所以 也就是說 應該 其實我們現在是把這兩個其實是可以分開來看的 上面是 abcd 的輸出 下面只是直中 那未來如果說你希望好兩邊一致的話 這個8的這個數字 可能也要改成向下的追蹤 那所以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是一個完成的文字字串 8剛好在最右邊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8刪掉 但是還要有一個列號 從哪邊補呢 空一格and串接 要給它一個列號 那這個列號從哪邊來呢 其實就是向下追蹤的結果嘛 有沒有向下追蹤不是9 就把這個9呢 有沒有 其實就是上面這個向下追蹤的嘛 那其實這個向下追蹤你可以把 and的後面呢 放一個這個東西 放一個這個東西 放在這裡 ok 有沒有 這樣子 那當然了這個你會覺得快快的啦 那當然它主要的原理原則是這樣 它會向下追蹤到的列號 回來的話呢會是9 所以9的話 其實它回來是一個數字的9 那因為遇到and 那VBA或Excel裡面有個特性 如果你遇到and and是給文字用的 所以9遇到and的話 會自動幫你轉成文字9 再跟前面串在一起 串完之後呢就是H2冒號H9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不過像這樣的寫感覺好像有點冗長 放這裡 所以通常如果兩個一樣的話 我們通常會怎麼做呢 通常會這樣 就是在上面多增加一個變數 我的習慣用R R這個變數 反正你自己取一個名稱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東西 可以把這個搬到這邊來 以後的話呢 因為我抓到這邊是9 9丟給這個R R就變成裡面放9的數字 那我到放到這邊就9 另外這邊的話 一樣可以把它改成R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一個變數裡面的資料 給兩個地方使用 OK 那這個R的名稱是自己取的 你叫別的名稱也可以啦 不過我的習慣反正利害我就要R OK 那這樣的話呢 做完之後 你再來執行的話 應該就OK了 他這個也不會漏掉 以後增加也會漏掉 大家可以看懂這個邏輯 那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部分呢 因為將來有蠻多地方 都會有這種 這種變數的需求 OK 所以這一段看 到時候再把它複製貼到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好這個是第一個多重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 我需要假設再來做一個變化 就是A假如我希望它能夠變個顏色 比如說這個字的顏色可以把它變成比如說藍色啦 或者是紅色等等的 然後呢底色可以變成黃色 B的話變成那個黃色底色 那C的話也許加個框框 D的話也許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粗體好了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這裡我想各位先試一下這部分 可以先 應該可以記得起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現在的話顏色多重 我先demo一下最後完成的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這樣啦 也許我大概做的效果 也許我希望做出來的是A 自把它變成藍色 B變成黃色的底 C加個框 D的話呢是加個粗體 並且變成紅色的 大概會有四種變化 當然這個不是固定 你也可以自己再去做一個修改 主要我們是學習 怎麼樣把這個效果給做出來 大概知道一下 那首先的話 E請你把什麼呢 把上面的這一段程式 複製之後呢貼到底下 加兩個字 因為sub的名稱不能一樣 OK也許叫成績多重顏色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主要要改哪個地方 就是在輸出A之後 修改它的顏色 OK所以我先把這邊 我把這個從頭做過好了 就是輸出A嘛 輸出B 那我們逐個來看好了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出這些效果 當然我有打上註解 這個也是我自己打上去的 那第一個 假如我希望輸出A 順便把它的字改成藍色的話 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它的叙述方法是這樣子 這個儲存格 有點像那個儲存格 按右鍵 不是按右鍵 我上面有換個顏色 顏色改一下 所以你優標先放在那邊 第二個呢 如果你要改顏色的話就點 點是下一階 告訴他說裡面 請你幫我針對那個字形 縫尺 點 color OK 等於 所以後面要需要給它一個顏色 那特別注意 以後你如果想到VBA裡面的顏色 就要記得一個函數 叫做RGB 那很好記 RGB是什麼 紅綠藍嘛 就電腦的三原色 然後呢 錢瓜糊 這個時候的話 他會問你說 你紅色要多 就有點像調色盤 那特別注意 他那個數字一定最小是0 最大是255 就是256種顏色 0到255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設調色盤你要是藍色的 那記得紅色有沒有 沒有 綠色有沒有 沒有 藍色的話呢就給他加到最大 後瓜糊 這樣就OK了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RGB有點像一個調色盤 模擬出來 你給他藍色全部 好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藍色 給加在A的 這個敘述下面 所以輸出的時候 順便把A輸出之外 也把他的顏色改成 那個藍色的 應該沒問題啦 第二個的話呢 那B我希望底色 底色的話就填滿了 其實有點像油氣筒 油氣筒裡面改一個黃色 那黃色的話呢 要怎麼調出來呢 其實你可以從 假如你RGB不會調 你會發現在油氣筒旁邊有個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裡面的話 你選擇黃色之後有沒有 再點一下制定 其實RGB也會出來 有沒有發現紅綠藍嗎 這邊255 2550也會出現 所以以後你要調淺黃色的話 其實就是255 25 然後這個數字 往上有沒有 他就有越淺的黃色吧 所以這個調色盤你自己調 反正你只要記得RGB三個顏色 再丟到那個RGB刮虎後面 就會有那個顏色出現 不過其實有時候沒有人那麼無聊 調一個什麼很奇怪的顏色 通常是一般性常見的顏色 那接下來如果我要調出類似 像這樣的顏色的話 那特別注意 它的敘述一定是一樣 是那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儲存格 OK 然後點底色的話就是intero 不過有時候intero你假設不好拼 它其實不會很長 如果你是在拼不出來的話 特別注意 各位有沒有注意 就range點下去它會有清單 可是sales點下去不會有清單 這個當然它裡面的設計 比較特殊 反正如果說你希望呢 它能夠跳出清單的話 請注意 把刮虎先拿掉 再點 有沒有發現就會出現清單 如果intero是i開頭 intero是這個 這個屬性 指的就是它底色 把它點兩下 那我的習慣是還有點什麼 點color 就是底色是這樣的敘述 不過特別注意 sales 指的是所有的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忘了加刮虎 它會把所有的儲存格都變成黃色的 那怎麼辦 記得等於 RGB 然後黃色是255 豆點255 就是紅配綠 豆點0 好 記得這個最後要補一下 把刮虎 再把它補上去 因為之前有同學 做完之後就忘了做這件事 一點 糟糕 全部變黃色了 OK 那就不OK了 那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自己可以拼得出來 intero color OK 可是不行的話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先不要打刮虎 用點的 這樣會出現 記得最後一定要把刮虎補上 不然的話 大概會變成 整個工作表裡面的儲存格 全部變成黃色 再來第三個 紫的顏色是phone color intero color 所以這個地方主要是 學習怎麼樣設定儲存格的 但以前我們是直接點 不過現在可能在VBA裡面 一定要這樣做 再來的話就是 框線的話 特別是說 框線顧名思義 一樣我們用sales 點 框線 記得嗎 B開頭的 boulder 不過你會發現一定加s 前面intero沒有s phone沒有加s 為什麼它一定有s呢 特別是因為框線不只一條 有沒有 你如果一個儲存格上下左右有四條 然後 那boulder點color一樣會有color 那如果我今天是要紅色的話 就RGB 錢瓜糊 255 紅色全部沒有綠色沒有藍色 記得再把框框給補上 OK 第三個框線色彩 OK 第四個的話呢就是怎麼樣 第四個是加什麼呢 加粗體還有紅色赤 那紅色赤其實可以拿上面這個來改 這個改成什麼呢 phone color嘛 這邊改成255 這邊改成0就可以了 就跟調色盤一樣嘛 那初體的話怎麼改呢 其實你可以拿sales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點下去 這種猜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一定是字型 所以先打一個font 好 font 點什麼呢 這邊不是有個ball有沒有 其實斜體這邊好像都有啦 i開頭這個 然後其他size這字的大小 或者是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改什麼呢 字型改成微軟正黑體 那你就什麼phone name不就好 等於 記得吧 微軟正黑體等於前後加雙以號就可以了 他就會自動幫你改那個字型 應該會啦 這麼多啦 反正其他的部分自己再玩玩看 常用的我就大概講一下 我們是phone 這個board 那等於什麼呢 他就兩種 一個是按下去 一個是沒有按 那VBA裡面呢 如果有按的話 一定是true 那如果沒有按就false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 true ok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把它執行 那看到的結果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當然以其他顏色啊 如果你覺得不要藍色啦 你也可以去改 那改的方式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這邊有沒有 其他色彩 隨便選一個 你喜歡的顏色 假設你喜歡這個顏色 切到制定 把RGB 填上去就ok 那如果你覺得還不ok 你就可以自己調一下 這邊都可以啊 這麼多種顏色 總共有1000多萬種顏色 那沒有人那麼無聊 調很奇怪的顏色 但是特別注意哦 你做完之後 等一下再來講 就是如果要清除的話 你如果現在清除哦 他只會清掉資料 不會清掉格式 所以如果說你要清掉格式的話 要怎麼做 全部變什麼 出題了 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呢 對 因為我忘記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一 記得補一下 二的話 全部 但你要執行 你可能要另外再獨立寫 寫程式嘛 所以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交過一招 在哪裡呢 即時運算式窗 Ctrl加G 這個也是一般書裡面不會講的 我交過一都是書裡面沒有講到的 但是卻很實用 即時運算式窗 你只要打一個Sales False Bold 不 應該是Fone Fone 怎麼樣呢 點 Bold 如果我要把它全部改回來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False 這樣就可以了 False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出題哦 所有的這裡面的儲存格 通通不要 你就直接 Enter就可以了 Enter的意思就是我要執行這一行 Enter 有沒有發現 它就恢復了 這個即時運算式窗 意思就是說 我不要那麼麻煩 我要在進行一個程序 才能執行某一些指令 我如果只是一行單一個指令的話 我可以即時在這邊做輸出 大家可以懂那個意思 像這邊的話 如果說你要做其他練習 在這邊也OK 比如說你要把裡面的字 全部都變成什麼 變微軟正黑體的話 可不可以 目前好像看起來已經是微軟 是不是 我看一下 對哦 但如果你要把所有的字都變成星系名體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點呢 點Name 有沒有 Name呢 然後等於什麼呢 星系名體 那你就把星系名體的這個星系名體 複製起來 貼到這個即時運算式窗 如果你在這邊執行會怎麼樣 所有的儲存格選取 把它的那個名稱 它的字的名稱 改成星系名體 Enter看看 有沒有發現 裡面所有的字 通通都變星系名體了 OK 實際上這個當然 我覺得這個即時運算式窗 是還蠻好用的 因為我有時候 要做一些效果 可以先在這邊練習看看 練習OK了 再到上面把層次打上去 OK 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部分 這一段程式比較冗長 不過也不需要去背它 在雲端上都有 所以如果你忘了沒關係 你就稍微找一下 這個是清除 上面這一段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裡的話 我們總共有交了A B C D有四種效果 那這四種效果我想 你還可以做其他的變化 顏色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以再去調一下其他顏色 那其實這邊重點 跟各位講 以後你只要看到VBA裡面有Color 有顏色的部分 一定直接想到RGB 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 反正顏色就是RGB 這樣就簡單多了 OK 以後如果你希望在Excel裡面 換什麼地方的顏色 做法 其實 都可以想到用RGB來解決 試一下 是因為 你找到RGB 我沒有找到RGB 就算一下 你找到RGB 可以看到VBA